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支是永生的1168 那其实他笔给我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他是有给我这样子一个笔套 然后呢笔的话 哦还啊对还送了一个笔尖 另外呢是这样子 然后他这样套 其实还送了我整个亚克力的笔盒 这是之前那些国产笔 然后啊微胶干笔 就是他还送了我一个这么大的笔盒 就相当的意外也相当的开心了 但那个呃 反正就刚好就能把我这些收纳问题解决不少 而且他这个间距都很小 我这么一放14支搞定啊 反正就很感谢这家店的一个卖家了 我不懂为什么送我一个盒子了 然后好我们直录正题啊 反正很开心收到一个笔盒 但是笔还是要测 该讲的还是这样讲 嗯这样子 呃这个笔首先是 我呃看一下尺寸吧 一模一样 好那首先讲整笔的一个尺寸来讲呢 终于看到一只稍微长一点国产笔了 因为平常看到国产笔都是这样 呃到这我十指指甲那个位置 那这次看到一只稍微长一点的了 然后整根笔的一个就完全是一个电镀了 那这个口味完全是见仁见智了 这个东西我就不讲太多 好然后再下来应应该选帽吗 啊不是应该插把的 哎现在用多了都快能感觉就一开始就能看出它是插把的还是一个呃 选帽呃比较意外的是这既然又是配了一个小尖呢 这今天做的都是一个小尖呢 但是这个尖它是一个铜色的 它不跟这个金色有点不在呼应上啊 这个我们等会再讲 首先这个笔尖呢 我们能看到它比万宝龙这个短了三分之一 那金应该是跟红点那个尺寸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笔幅的话反正就是不算特别宽 那应该啊真的是知道这个尖的那个呃 那我型号大小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国内的那个尖是到底怎么分的 好那一个再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重量数字的东西 我们先赶紧搞定 然后再来讲这支笔 好那哦这支笔真的我算重了43.6 然后拔帽了应该会差很多 23.6对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平常的一个重量了 主要的重量都是在那个笔帽上 好那先讲一下这个首先它这种这么亮面的一个干笔嘛 那基本上就是指纹收集器了 这个是不用质疑的 然后笔的外观来讲我个人不算特别喜欢 但是它这个镂空我个人觉得是ok 这种工艺的一个笔我是挺喜欢的 然后再上来这个笔的一个笔头的话 呃我觉得整个就这个整个金属会好一点 就是我个人喜欢还是完整一点的一个设计 但是它前后的还是有个呼应的 不呃不是同一个键 我不懂为什么这里会盖着了 反正就是现在很多地方有说一根笔拿回来就是 呃为什么这个金色它不能整个过度一提的感觉好像更完整一点 加了个黑色那一支笔就有三种颜色了 看起来就觉得嗯有点怪怪的 那个这个笔的一个笔架哇太紧了太紧了 这个笔架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球能这个圈圈能不能动 那我看一下啊可以动可以动 这个小圈它是可以动的 然后这个设计有什么特点我就不知道了 知道可以告诉我是不是插到衣服里面比较顺了 呃有可能我也不确定 然后上面的一个这个花纹嘛 就我也没看懂是什么 这边的这几条弧线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有点一个挺有细节的 但是压起来不是很深 而且这个光位是通这个光位 能感觉到就压的不是很够深 就轻轻的压了一下 然后再下来这个纹的话就呃没他看得懂 这个好多的元素为之笔 那是永生1168对它的笔个笔 整笔来讲我觉得就是工艺的那个就是不够精 因为像这些地方我觉得完全可以压的更深的 就整个出来的更精致 然后这两边的话像这里和这里的花纹 我又不太懂为什么又是不遗憾的 就是放了很多整支笔的感觉是怎么看起来很奢华 放了很多元素 但是却找不到重点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嗯好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笔的配重啊 我这个笔的话配重上来讲也是非常中 中间完全是中间了 不会偏前或者偏后 笔窝上面来讲的话个人有点偏小了 即使我拿最高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小 有点小还是觉得另外呢 这个笔杆等等的一个配重有点松散 你不会你拿起这支笔 不会觉得这支笔的重量是集中在重心的地方 可能是因为他这里比较轻 然后这两边也比较重 那导致这个问题 另外吐槽一下一个地方啊 就是他这个为什么是铜色的尖 然后这里是金色了 这个真的不太想讲了 然后上面这里铜的又 你要嘛就整个干净一点了嘛 要嘛就这里画纹 然后中间又没有 好歹打下那个logo嘛 嗯这个真的不太搞得懂 嗯很多东西放进去 但是重点找不到这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笔尖 铜色我个人挺喜欢的 但是这支笔真的是太多的元素了 我觉得是 好 那个笔尖笔尖的话好像 哎 对 笔尖的话那个前面的头是偏宽的这样子 然后中间的那个一粒 然后两两边的一粒有点往内收 点焊的时候好像点的不是特别好看的 看到我现在长的这边好像吃了一块的感觉 呃反正不影响你书写就是了 个人觉得 然后这样子 ok 啊 刀锋打磨啊 那完全是为了中文书写的一支笔 然后再下来 出墨应该也是非常不不算特别大 然后这边的话 一粒看反正左右也很多层一 万因刀锋打磨就啊 这里看刀锋打磨就会比较明显了好 那整根笔尖大概就这样子 好那还是一样那个赶紧上墨书写一下 哎 绿色的哦 这个新墨漆啊 这支笔好多问号啊 我只能讲非常多的问号 都是问都是问号啊 反正不太影响就是啊 反正这么能写啊 呃我个人反正笔 我还是把它当做一个书写工具 那收藏笔呃收藏品那就啊 算了吧还是 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收藏的话 不用去搞干笔可以搞别的 好书写完以后呃第一个感觉写中文还ok 但是呃不算中文以纯写中文的笔来讲不算特别突出了 听一下这个声音 那写起来反正就是刀锋尖嘛 写起来反正也是相当的ok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意外是他的出没量真的是偏大 那看到下面的0.5对比起来的时候这边出没量 你看这边我都呃我我随便晃的这样 然后你看就这个出没比比本身的出没量还是偏向大的 就是说不会是不会就空墨来讲我觉得一般般 那其他的话就是用 反正也可以用当爬格子基本上是免了 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整笔来讲的话呃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呃见仁见智主要就是卖他这个的杆子 你喜欢他的这个杆子我觉得那ok那就ok 那不喜欢他这个杆子就不太建议了 反正整笔的话就是一句呃元素很多 但找不到终点好 那有什么我讲漏的那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有什么要问我的一样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也可以加到微信群微信群这样子 呃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